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东方卫视又一档音乐综艺官宣,四位嘉宾全是音乐才子,周深拒绝加盟原因,竟和李克勤想法是一样的。 又一档音乐综艺官宣,他就是一路唱响,作为一档音乐综艺,最重要的就是嘉宾,而一路唱响官宣的嘉宾一共有四位,分别是李健、胡海权、胡彦斌、颜仁仲。 看到这四位嘉宾的第一印象,全是原创歌手,不仅唱得好,创作能力更是强,都算得上是音乐才子。 李健不用过多介绍,他的代表作很多,比如传奇、贝加尔、胡畔等。 之前,李健还在《水木年华》时,也有多首知名的代表作,而李健离开《水木年华》,以李健个人的身份,被大家熟知是靠《我是歌手》。 这档音乐综艺竞技性非常强,能走到总决赛的歌手,演唱实力都非常强。 而李健在《我是歌手》获得第二名,却足以说明李健的演唱能力。 同时,李健的教导能力也很强,担任两届好声音的导师,培养了两位好声音冠军。 因此,李健非常适合大部分音乐综艺。 正常情况下,应该是能够经常在综艺节目中看到李健,但结果却并非如此。 李健很低调,也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 每一次李健参加完一档音乐综艺之后,他都要休息很长时间。 可能中间会参加一些活动,但这些活动都很短,比如晚会,担任飞行嘉宾等。 因此,看到李健参加一路唱响有些惊喜,也很好奇这档音乐综艺到底是有什么地方吸引了李健,才让李健愿意参加。 如果说李健很少参加音乐综艺,那么其他三人就是音乐综艺的常客。 胡彦斌是音乐才子,有很多的代表作,还是编曲大魔王。 他在音乐综艺中改编的歌曲很受观众欢迎。 胡彦斌参加的综艺非常多,比如《天赐的声音》、《为歌而在》、《说唱听我的》、《最美中走见》、《再见爱人》等。 当然,因为胡彦斌确实很厉害,他虽然参加的综艺很多,但是给人的惊喜却没有减少。 这或许就是胡彦斌的厉害之处,因此也很期待胡彦斌在一路唱响的表现,希望他继续带给观众惊喜。 与胡彦斌一样,胡彦斌参加的综艺也不少,比如《天赐的声音》、《披荆斩棘的歌歌》等。 而且胡彦斌如今还经常直播,因此能够经常看到胡彦斌,胡彦斌的才华不用多说,也有很多的代表作,编曲上也很厉害。 但是说实话呢,比起《语泉》组合,一个人的胡彦斌还是要逊色一些,这也导致了一些心理落差,感觉胡彦斌的演唱、创作都没有组合时期好,因此惊喜程度上也是有些不足。 但是也有些期待,期待胡彦斌可以给观众带来惊喜,可以告诉观众,胡彦斌一个人做的音乐也是非常好,因此一样期待胡彦斌在一路唱响的表现。 如果说李健、胡彦斌、胡海权都是成名已久的歌手,很多观众都很熟悉,那么阎仁仲可能不少观众都不知道,阎仁仲是一个很有才的音乐人,他不仅实力很强,还创作了很多的作品,但是传播度并不理想。 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熟知,从19年开始,阎仁仲参加了很多的音乐综艺,比如《蒙面唱讲菜菜菜》,《天赐的声音》,《为歌而战》,《我是唱作人》,《谁是宝藏歌手》等。 知名度应该有所提升,但还是不够。这次参加一路唱响,希望他可以被更多的观众喜爱,希望他的热度可以与他的实力相匹配。 这样四位音乐才子齐聚一档音乐综艺,真的是很好奇一路唱响会是什么样。 如果你跟我一样,也想知道一路唱响是一档什么样的音乐综艺,也想知道四位音乐才子在其中的表现如何,一路唱响让音乐防飞梦想。 由东方内视、成都文旅联合出品,成都新闻制作的全新户外原创音乐旅行综艺,由元气森林独家挂名的一路唱响,今日冠悬嘉宾阵容。 李健、胡海权、胡彦斌、炎人众、势力加盟,这四个会弹吉他的大男孩将组成音乐探宝团,去到四座音乐之城,开启全新户外音乐之旅,寻找当地宝藏音乐人,共同发掘原创音乐人的故事和城市文化,打造一场蕴含城市文化的实听盛宴。 实力阵容强势集结,李健户外音乐综艺首秀,作为一档全新的户外原创音乐旅行综艺,一路唱响的嘉宾阵容可谓是神仙打架,音乐诗人李健的加盟令人惊喜。 前阵子,网友的路透热搜充分展示出了粉丝与观众对他的期待,时隔四个月再度营业的他,录制户外音乐综艺首秀。 不知道拥有扎实古典音乐素养的李健,在这趟城市与音乐的交融之中,会和当地的宝藏音乐人碰撞出怎样的音乐火花。 同样以探保团身份加入一路唱响的还有创作型音乐人胡海权。 刚参加完另一档音乐经验综艺的他,在舞台上展示了其经验的表现力,以及出众的音乐实力,拥有多重身份。 专注跨界的他,在这一次仍然是选择来到属于音乐人的舞台,不知是否还会给观众解锁更多属于他的身份。 全能唱作,改编天才,胡彦斌的加入,更是给节目带来了不少欢快的氛围。 拥有内地阿尔比小天王称号的他,用温柔的嗓音以及开朗的性格,诠释他对于音乐的理解与热爱。 参加过多档音乐综艺,且担任过音乐导师的音乐合伙人的他,这一次来到一路唱响的舞台, 能否以他的视角为大家寻找到更多宝藏音乐人。 新盛代音乐人,颜仁仲也是探保团的其中一员,因翻唱一曲而走红,更是拥有超多出圈的原唱歌曲。 他凭借自己突出的个人风格和对音乐的热爱,逐渐地从荧幕走到舞台上,成为拥有多个代表作的乐坛星星。 作为能唱,能写的唱作型流行音乐男歌手,此次来到一路唱响,以年轻的想法去表达音乐, 与地域特色文化相互碰撞,相信它能够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,探寻宝藏声音,让音乐仿飞梦想。 不仅嘉宾阵容令人惊喜,节目模式也是备受大家期待。 一路唱响,此次将与四位嘉宾一同同行,到四座城市开启户外体验, 去寻找当地的宝藏音乐人,完成一场快闪音乐会,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 他们需要感受城市特有的气质和当地的文化影响,找到那些最能够唱出家乡感,带出家乡为的原创音乐人。 节目选取《让音乐放飞梦想》作为slogan,意在寻找时代的声音,听见城市的情怀, 与音乐探宝团一路行隔万里,借音乐之声提升城市文化,及实力的神韵魅力, 让那些被埋没的声音也能够插上翅膀,放飞梦想,一路去探寻,一路去畅想, 用心感受好音乐,以及藏在这里面的故事和情感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,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尽情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